雙層巴士撞到車頭變成型 整塊擋風玻璃裂開了 車頭的顯示瓶就斬下斬下 不少巴士乘客都受了輕傷 有人需要冰敷臉 有人由救護員扶下巴士 有人就躺在擔架床上送丸治理 四區海底隧道往港島方向的入口 星期五中午12點 934號九巴懷疑來不及收制 撞向前面慢駛的914號巴士 兩名巴士司機和12名乘客都受傷 西瑞的交通意外不止這一單 在17分鐘之前西瑞入口有兩部輕型貨車 和一部的士連環相撞 兩名司機受傷送丸 因為這兩單意外西瑞口一度出現車籠 在好了嗎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